我們主打了草莓來用之後 我們陸陸續續又圓花了很多產品 像這個是煉雪糕 擺一擺這一塊又是奶凍 我們獨家的奶凍 又有圓花這些 對 然後起司蛋糕再加南瓜 對 還有加最底部是那個脆餅乾 鏡頭的脆餅乾 你看 多麼豐富 我相信你從來沒有吃過的 這是我們最新最新的 又是我的精心節奏 不甜 可是又恰到好處 對啊 簡單的人不喜歡吃甜 重點是濃濃的該有的味道 全部到位了 對 包括我會類似起司的奶香 也莫名的口出來了 對啊... 還有南瓜濃郁的瓜香 我覺得這個會大賣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 融合起司蛋糕 一般你吃那種紐約起司蛋糕 它是不是上面那一層起司 很濃厚 然後下面的那個脆餅乾很酥 有一點點的焦香 重點是它這個蛋糕 它是屬於綿密型的起司蛋糕 要切一塊給你看 重點是你要知道 我們時常吃南瓜 買一顆瓜又要煮又要挖又要搞 對啊 我花了時間可以賺多少錢 我不如直接買這個來吃就好了 這個一個只賣180 多麼便宜喔 你看有沒有 這就是功德價 綿密的起司蛋糕 下面還有一層奶豆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 還有南瓜呢 對 奶豆它是就是剛剛有講的 就是起司 起司忌廉 這些牛奶 而且一滴水都沒有加 下面是這一整個厚厚的南瓜泥耶 然後最下面是這個脆餅乾 脆餅乾 你看 這樣的煮得多麼搭配 然後吃芋桃 可以對哪一桶硬勢的方式 紫色又回歸到母親裡面 水運 水運 水運會旺到屬豬 屬老鼠之外 水目相生 如果針對生肖屬老虎跟屬兔人 這種芋頭的水 藍紫黑 能夠提升我們的運勢 叫什麼呢 謙和 謙虛 為人隨和而不與人計較 對於脾氣暴躁的以上四個生肖 也能夠具有緩和的作用 那好適合我們的那個導演喔 他完全就是符合你這幾個條件 他已經訂了六合了 不好意思 好可憐 你這個芋頭也太厚了吧 要盡量實料 東西我們可以吃嘛 你這個蛋就是 起司蛋糕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奶凍三分之一 芋頭三分之一耶 對啊 房間體力的搭配嘛 所以吃起來才會好吃 所以你的臣民不是偶然的 都要用心啦 我剛才說做什麼都要用心 底料蛋糕賣得瞎瞎教育過 在這家店裡面 還有一種口感相當特別的小點心喔 想要吃一定要來到大K才有的啦 我說你們兩個 實在是有又沒有事了啦 就到Kара保住 我來吃班了 不要吃班子 我也會吃班吧 我先吃班子